如果你发不过大学 就搭着农村的话 其实四四大大呀 都很难有好的几个 就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家长都非常重视 你知道的 嗨 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 成潜更变计划的第三期 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 周浩的两部纪录片 因为大家好像对读书没什么兴趣 第一部呢就是我们片头刚刚看到的那部纪录片 名字叫做高三 我相信很多很多哔哩哔哩的小伙伴们都已经看过这部纪录片了 因为它真的非常有名 或许大家作为一些已经习惯了气势磅礴的那种大制作的纪录片的同学 可能对于这个纪录片不太适应 可能对于这种摇摇晃晃的镜头 随随便便的拍摄会觉得看起来很劣质 但是相信我 在它简陋的外壳下承载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动人 无论你是再读的高中生还是已经经历过高考的大学生 我相信这部纪录片都可以引发你的很多思考 简单来说呢 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耗时了一整年的时间 然后它记录了福建的一个小县城中一个高三班级的一整年 这部纪录片是以其中的一位同学叫做林家燕的日记 作为一个线索来串联的 实话说这种串联的方式我觉得挺老炮的 但是林家燕的那个日记呢 我看了以后还是非常非常感同身手 她那种焦虑又期望的那种感受 和我自己高三的感觉真的非常一样 或许我们的高三比这部片子里的高三的同学 有着更好的物质环境 但是天微亮就响起的铃声 老师夸张的动员 早上草窄的读书生 考试过后的谈话 父母的阴阴期许 总有一个镜头可以勾起你自己的高考回忆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 我并不打算过多的给大家讲这部纪录片里面讲了些什么 因为它总共就只有两个多小时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 我呢是想给大家简单聊一聊高三这件事情 我记得我自己还在读高三的时候 会听到网上有一些读着大学的人说 非常非常怀念高三 高三是最美的时光 我那个时候看这句话 我感觉这不就忽悠人吗 不是 但是时过今千 今天来回忆起这句话呢 我却能够理解其中的原有了 我记得那个暑假我在网上下载了一篇 叫做花开不败的高考历志文 这篇文章特别特别有名 我感觉每一个高考生应该都看过 然后呢我就告诉自己要开始高三了 其实各种历志的文章我也看了挺多的 但是就唯独这一篇特别特别能激励我 以至于我在高三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背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然后翻回我自己高三的日记 我高三一直是有拿这个做笔记的软件 是顺便记一下自己心情的这样一个习惯 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日记 真的跟林佳燕的日记何其相似啊 一笔一画呢 看上去写的是目标和计划 其实写的不是压抑焦虑的难眠之夜 就是天真烂漫的美好期许 那个时候世界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担心的呢 不过就是每周的成绩排名 所期望的呢 不过就是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随着日子的逐渐远去 那些痛苦的高三回忆慢慢模糊了 留下来的呢 都是那些比较美好的回忆 比如说整个班级一起齐心协力 像一个目标努力的那种气氛 比如说除夕夜 我一个人在学校的操场上畅想未来 现在回忆起来 高三那种学校的那种动员 所谓高考压倒一切的宣传 其实真的太过夸张了 就像高三中表现的那样 老师不断地强调高考是人生中最大的坎 似乎过了这一道坎 人生就可以一劳永逸 一帆风顺了 然后呢 讲到优秀的网界学生 总是讲他们是如何在高三 通过努力考上更好的大学 但是对他们读大学以后的人生 却只字不谈 我总觉得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心怀着高考童话的孩子们 很难抵御现实的风雨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 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吧 我就觉得 或许这也是无奈之下最好的选择 在片子第一开头 王春景老师就说 局内人应该能够理解我们的做法 虽然可能很多专家会从中会批判很多 其实扪心自问 如果在高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高考只是人生经济之路的开始 那我们 其实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真的很难有当年为了高考的那种 少年义气 奋力一搏的勇气 是否还能有像这个纪录片中所说的 拿出半条命来搏一搏一个美好的未来的这样的激情呢 我觉得这种出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或许也是我们高三的一个精神支柱之一 然后进了大学以后呢 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 和同学聊天的时候呢 我有两个复旦的同学就问对方一个灵魂问题 你觉得复旦怎么样 然后大家都说很失望 就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 而我自己其实我感觉从我那年高三 三月份四月份 拿到Maguio的offer以后 也感觉空落落的 就感觉之前的那段时光是在拼搏 是非常辛苦 但是记忆很深刻的 而在那之后好像人生就按下了一个快进键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并没有那种客户明星的感觉了 这几天为了做这个视频 我就去回顾了一下这部纪录片 然后时光经浅 今天来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悟 就似乎在一瞬间突然就明白了 为什么高考之后 很多人感觉都缺失了点什么 我感觉所缺失的就是这种 纯粹的一种拼搏的激情 似乎在高考之后 很少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能够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 让我们经历如此多的紧张压抑焦虑 同时有快乐和满足 这样激烈的情绪 而我觉得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 我们的历史恰恰就是由这些 我们所连接的人和事物组成的 所以说到后面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带来如此大的情感冲突的时候 故事就显得很平淡了 所以我感觉很多进入大学以后的迷茫大抵就是如此 许许多多的人在经历了高三段不得不拼搏的时光以后 进入了大学的生活 平平淡淡地走完了大学 平平淡淡地走入了社会 然后平平淡淡地过完了一生 而高考那一段时光则成为了人生中少有的激情岁月 所以说这样一部让大家重回青春的片子呢 就看哭了很多人 因为他们也想起了自己当年的青春的奋斗的时光 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只是我觉得人生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活法 所以说看完这个片子以后 我对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新的思考 因为进入大学以后 我自己也是就是很迷茫的感觉 觉得跟高中虽然很累 但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你会拼命去做 但是读了大学以后真的很少很少有这种 让你像高考一样拼命去做的事情 所以说这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然后既然讲到了周浩导演呢 那我真的是不能不推荐他的另一部纪录片 这也是我看过他的第一部纪录片 名字叫做《大同又名中国市长》 这部片子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传奇的一部片子了 它是周浩导演呢 跟着当时的大同市长耿燕波 拍摄它是如何重建大同城的 因为我们知道大同作为山西的一个煤矿产地 它的污染比较严重嘛 然后所以说这任市长呢 就想要去治理这个沙尘 然后想要发展旅游业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传奇呢 因为在这个纪录片中 耿燕波作为一个市的市长 他真的非常的敢讲 而且呢最终还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因为这个 施工偷工解料的问题 跟他下手大打出手打进了医院 所以说在人民的民意这部电视剧大火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说李达康的原型估计就是耿燕波 但是这部纪录片最后好像是卖给了BBC 所以说我自己当时找到的版本呢 是语言呢 就是视频语言是山西的方言 然后字幕呢是只有英文字幕 没有中文字幕 因为那个山西方言我确实听不太懂 所以说你可能还是需要用一点那个字幕 去理解到底讲了些什么 具体的内容呢 我就不过多的剧透了 但是非常非常精彩 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那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周浩的两部纪录片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感动 尤其是对这一部纪录片 不知道你们自己的高三 又有什么样难忘的回忆呢 那我们先